你一家都是这样的是吗 不是的 我老婆和我儿子都瘦 我们娘俩爱吃肉 他爷俩吧 喝肉 喝肉 这日子过的 大家看一下 大哥不是我说 你真显得挺苍老的 对 你在这家确实过得不容易啊 你把心思累啊 就是你们这家人 五口人现在是对吧 对啊 就是两个杨贵妃 加三个营养不良 张蕾我得问问 现在你跟媳妇是分居两地了 她在减肥吗 对不对 对啊 我已经分居两个月了吗 我在床内减肥过吗 她又在家帮着我爸种地 张蕾你想她吗 想她吗 想莉莉吗 想啊 每天都通视频吗 我们每天都开视频了 打电话了 发信息了 那你跟她说的 最美好的一句情话是什么呀 没有什么好情话 挺棒的 是吗 加油 她不会说那种甜蜜语 我能想像你们俩通视频说 你老公心里最想说的那句话 肯定是说 亲爱的 加油 等你瘦下来 就回来跟我生猴子 我们都看到人家不说话 但那手在干嘛呢 一直欠你 一上来 哎呦 这抓的这叫一个紧 两个多月没见了 今天见到莉莉 你这什么感觉呀 她瘦了一百斤呢 很可爱 很喜欢 很漂亮 同一毛划我的 你俩出门 估计回头率特高吧 你俩 是 每次出门都 好多人笑话她 看她 瞪眼看她 我反正瞪眼看她 看什么看 没见过美女吗 哎呀 真好 这个妈的对你 是满意吗 感觉她挺好的呀 虽然不大爱说话 她特别挺勤快老师 她去我家的时候吧 家务活 有啥活他都干 地的活也干 家里的活也干